Hello,大家好,我是Aaron,陳健豪 大家平時在媒體上見到我的訪問 都知道我是以分析外匯市場為主 外匯市場對香港的投資者來說 其實都比較陌生或者是一個小眾的投資工具 最主要大家用外幣通常都是去旅行 我們都經常接觸到投資者問的問題不外乎 什麼時候唱日圓去日本旅行好 或者什麼時候唱英榜為子女升學 在海外買樓為主 而投資上大家都是以股市為主要的投資工具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認識外匯市場都是可以作為投資的優勢之一 我想對香港人來說 外匯市場又是一個得天獨有的優勢 可以說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 其中第一個特點外匯市場最大的優勢 就是24小時交易 平時香港人上班都很忙 例如朝九晚六可以準時六點下班 其實都是比較小眾 經常性都要OT 所以股市開市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辦法可以好貼市 拿到最新的資訊 唯有偷偷摸摸可能在手機上落盤 但是匯市就是24小時交易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亦都分為三大市場 歐洲市、亞洲市和美國市 最主要市場波動的時間 反而集中在美國市 即是香港時間晚上大概8點至12點左右 通常大家都可以放了工回到家 輕輕鬆鬆對著電腦 看到匯市的波動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第二方面股市很多時的業績 例如說最近騰訊的公佈業績 通常都是收市之後才公佈的 如果我們事前要倒一個業績 或者是股業績好還是壞 如果結果跟我們預期相反的話 很多時都無法即時修正策略 唯有第二天開市的時候 有個裂口高開或者低開的情況 這個就有少少倒的味道在這裡 但是如果匯市上面 舉例例如聯儲局以息 加息、減息也好 在市場上即時反應 因為24小時交易 市場會比較少一個裂口高開低開 變成在形態分析上面 或者技術分析上面會比較準確一些 亦都是對於圖表派的投資者來說 算是一個挺大的優勢 第二方面 我想匯市最大的特點 就是成交量很大 我們對於港股的日均成交量 即平均每一天來講 千多億港幣 其實都是一個 以為覺得是一個比較高的成交量 但是如果匯市來講 每一天的成交量其實高達五萬億 而五萬億這個還要講的是美金 你看見近日港匯 其實已經去到7.84 即是你可以計算一下 其實匯市的成交量 比港股的成交量高出多少倍 那這個優勢在哪裏呢 在於沒有大戶可以操控到市場 我想作為港股的投資者 很多時候都見到 很多三四線甚至一些細價股 每一天用少少的錢 其實已經可以左右到股價 可以無高弄低 但是匯市上面 其實因為五萬億美金的一個成交量 其實令到大戶操控市場的成本 或者機會大大減低 那麼我們作為一個散戶 我想找一個公平的投資市場去買賣 亦都是一個對我們來講 相當大的優點 第三方面 匯市亦都沒有分所謂的牛市或者紅市 你看到最近港股開始就有些爭論 究竟還是否牛市 或者是否紅市的開始 其實大家都有少少摸索不到 但是匯市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沒有分牛熊的 例如歐元對美金為例 其實只要你看好歐元的話 可以先買入 而你若看淡歐元的話 其實也可以先沽出 即是說如果你是有少少概念上面 跟牛熊症窩倫可以買升買跌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特點對於我們來說是比較靈活一些 例如歐洲方面開始多負面因素 我看淡歐元 即是相對地看好美金的話 其實可以先沽出歐元 或者反過來 我是看淡美金看好歐元的話 自然可以買入歐元兌美金 這個特點亦都令到我們 其實在市場 尤其是投資氣氛一般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一些投資機會 想回其實對上一個週期 說的是金融海嘯的時候 你看到股市 環球股市都是跌的 我們作為股市的投資者 其實可以做對沖 或者可以沽股票的機會 其實不算是特別多的 相對地我們在那段時間 在匯市上 亦都見到隨時比較靈活 就是可以沽出一些外幣 買回美金 變成這個投資機會 亦都相對地 比較少香港的投資者是接觸的 我想我們接觸開的電視媒體 分析的資訊 通常都是以股市為主 講不同的號碼 講不同的公司 但如果你有機會 扭開一些國際的財經頻道 看一看的話 其實在外國的投資者眼中 其實外匯投資 其實都是一個跟股市的地位 是相同的 很多時候 他們這些國際性的財經媒體 反而是會分析外圍的經濟 外圍的消息 反而比較少集中 討論一些個股 每一間公司去做分析 反而我想這個投資習慣 希望香港的投資者 亦都可以從中參考一下 令到外匯投資成為 你們投資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 就可以參考以下的網址 或者亦都可以準備報名 我們接下來會有的一些分享會 甚至試堂的一些資訊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了